我們來講一些對於香港近年幾年的形勢分析 我想在這個時候可以先講講 如果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聚焦這個政治打壓的話 講到我們未來在這個法庭面對審訊是一個什麼狀態 或者我們想回應現在這個形勢 下星期一新界東北2014年的新界國立法會外面集結的參與者 將會面對這個刑期的覆蓋 很有機會是會即一作出裁決 然後就會加刑就去送入監獄裏面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離行了本身在法庭裏面裁定的社會報告 下個星期四 羅冠聰 周永康和我 就同樣都是面對這個律政司提出的刑期覆核 在上早庭下個星期四會有裁決 那人上律師的說法都是說相當可能會入獄 那就是會以預計即使 其實羅冠聰和我本身都離行了手套 與此同時我們同樣面對的案件 還包括梁天琦的暴動案件 會在今年會開始那個審訊 相信 而去到九月的時候 關於上年反對亂人大釋法 佔領中聯辦的案件都會開始一個審訊 那同一時間這個雨傘運動的黃國廟市法庭案件 即是雨傘運動的黃國廟市法庭案件 都會應該在九至十月有一個裁決 然後九二八就是大曉廷等等所面對的公共防擾 亦都會開始一個審訊 剛才數下這麼多單的案件 就是從公民廣場 雨傘運動 新界東北 就是我國的這個隱民衝突 去到這個反對人大釋法 我們面對很多的案件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為什麼我會在這個時候 選擇提起這些案件呢 我猜我們對於未來法庭的判決 或者是我們面對那個律政司的訴訟 是要有一個更加不一樣的理解 很記得在大前天 當阿聰、Alex和我三個上庭的時候 面對著重點公民廣場的案件 客觀的事實就是律政司是會引用這個暴動的案例 是去提出和法官說是要去加益的 而同一時間地 以前可能三、四年前 說的是反高鐵 說的是2011年財政預算案 當時就行業沸騰 有百多人是在中環 舊政府中部下面被捕的 當時有113人 但是當時被判的 基本上都是以升級計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面對一個 所謂的 我們所療述的政治打壓 或者我們所面對的一個政治形勢 就是如果你是暴動罪 或者是那些活動派所組織的行動 基本上就以連去起跳 但是就算是你說 叫做強調非暴力原則 一些所謂的社會運動的一些行動 或者衝突的話 都是會以連去起跳 因為這一個就是 就是近年 律政司他們管有這個暴動的案例 和近年那個法律的錯誤 的確是和五年前的時候 會很不同 所以可以預計的就是說 當重複功能廣場作為 就是余秀運動的起點 而這宗案件會成為了一個 法官都說 會成為了一個案例的時候 如果 所以說下個星期四 怎樣判羅冠聰 周永康和王之鋒 是會很影響之後 928公眾防擾罪 包括是 Mandy KM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余秀運動的職業組織者 所以換句話說 我覺得我們面對著一個 很新的形勢 就是說 當所有的判刑都是以願去起跳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會回應 而當它是逐個派遍 由本都派 到自決派 到經濟政民主派 去到余秀運動的公眾和表綴 是連反運的最主流的兩大黨 就是他們的特殊 都牽涉在內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慢慢是要去思考 怎樣承認這個形勢 由這個漫長而嚴峻的司法訴訟 去到DQ議員之後 張宗明居然會把姚崇賢教授標籤為 即是要將分地主義和港獨 這個我真是拘捕了 但是他的說法是會令我們 亦都相當之樂觀 確認書 確認書 上年DQ了 即是半套派 但是我相信整個的民主派陣營裏面 不論是DQ4或DQ6還是DQ11 大家都不能夠忽視大謊 除非你是最主流的忠誠反對派 否則用確認書或者宣誓的DQ 這個事情同樣可以發生 而同一時間地 求令部門或者是 林榮基或者是林志健的事件 我們都不再去詳述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思考的是 當下個星期四的案例 即是判決立了一個案例 是去給未來的法庭和律政司 進行檢控或裁決的時候 有一個reference 原來參與阮山運動 即使你說是非暴力 你說是和平的公民康律 所有貨念都是宣誠計的時候 再加上DQ和強力報復這些事件 我只能夠說 到底我們準備好香港 進入一個規權體制的狀態沒有 已經是沒有 當然可能我們對比起 韓國七十年代 或者是台灣的美麗島事件 都做不斷的差距 但是我想 例如對我個人來講 到底怎樣去理解 例如同一樣的 或者性質類近的行動 今天那個判決會嚴格那麼多呢 那為甚麼會有這個圈面 是我們對司法系統的理解 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覺得這個我不能夠理會 太多 雖然剛才都說了很多 但是為了大家 要好好去思考 而對我個人來講 我面對一個情況 就是 當新界東北 和重設公民官場 都在下個禮拜 成本的時候 那香港總之 這個政權 在E2的議員之後 在法國上位 下個禮拜就三個月去做了 那都幾投下的 但是不講太多個人 就是講一下 怎樣去理解 未來民主派 或者公民社會的狀態 我覺得我們有幾個問題 要去回答的 但是我當然會回答案 在這一刻 第一就是 當未來公民抗命 你不參與 我相信在座很多位 其實926當日 都不是在公民改造裏 都是在公民改造外面 但是原來現在是 參與 你不拿威 你參與 一上法庭都判刑是2月計的時候 到底未來非暴力抗爭 或者整體上的街頭運動 應該用什麼的模式 發展下去呢 我們這個位置是要思考的 第二就是 當現在議會路線的全面封殺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現在議會路線都只是DQ 激進民主派而已 轉換會之後都沒有事 但是我想我都不會 我想一般來說 遙教授都不是那種行動上的極派 但是他都include在內 所以我說這件事是 整個議會路線 大家都要同樣面對 第三就是說 我們面對著這一種 公民運動 或者整個公民整個 那種動員的疲勞 我們需要 會員講很多 過去這麼多年都經常說 要團結 要對話 但是我們是一個 互相理解 一種不是就住 內部的政治路線 而是形得對分明的辯論 而是嘗試 互相理解 這一種的論壇 其實 據我記憶裏面 真的比較少搞的 那我覺得呢 我們怎樣在這一種 香港步入威權體制的狀態之下 是想到一個民主陣營未來 是一個長期戰線上的生存方法呢 這個是不容易的 最後一點就是說 可能在很多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過程裏面 其實都是會有很多人族的經驗 或者可能他們的人族都會以五年十年計 但是 我不覺得這一刻 香港的民主派和公民整個人是準備好 但是 一天我們在香港 我們怎樣回應適應 或者是對這個威權體制 有一種 就是 停滅擾擺的反應呢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算是考慮的 謝謝